我們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 日 也就是愚人節 我相信小朋友都答對了 原本今天校長想要來跟大家說一說愚人節的由來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老師或是小朋友 也都會從網路上搜尋到有關愚人節的傳說 所以校長就決定來跟大家介紹一本書的作則 一本書的主講 也是這個主講是誰呢 他是我們美國黑人的教育家 他的名字叫做補克華盛頓 這個小朋友他有什麼特別呢 在他小時候他有一個很偉大的夢想跟理想 就是他想要躍補 因為補克生長在一個非常貧困的家庭裡面 而在古老的古代的社會裡面 只有有特權的人或是家裡有錢的人 他們才有機會來閱讀 普克他從九歲的時候 就必須跟著爸爸和哥哥到鹽田山去工作 去幫人家挖鹽 可是在他的腦海裡 每天都沒有忘記 他好想閱讀 因為他知道閱讀是認識字 獲得很多知識和別人經驗 最好的方法和管道 幸運的顧客 有一天晚上 在村落裡面 碰到了一個讀報的人 他就站在那裡 聽著那一個人讀報 讀完了報 他那天心中非常的開心 後來 他覺得自己 還是沒有辦法單獨的來閱讀 他就去請求這個讀報人的幫忙 終於 他找到了這個讀報的人 也在這個讀報人等人的幫忙之下 他學會了閱讀 長大以後 終於成為教育家 也不斷地在他的生命歷程當中 透過教育 透過閱讀 來幫助很多人 各位小朋友 聽完了校長說的 黑人教育家補課的故事 我想你應該多少對於補課會非常的好奇 那校長要告訴你喔 在我們的圖書館 有一本書 叫做 最想做的事 這一本書裡面 寫的就是 補課小時候的故事 也是他和閱讀結緣的故事 小朋友 你可以去找找這本書來看喔 好 今天 校長的空中時間 就到這裡要結束了 你準備好要參加成都十分鐘了嗎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 谢谢大家